可以簡單來說就是 韓國瑜現在變成是 這幾個太陽 包含這個朱市長 朱前市長在內 參選2020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大家顯然都回避這個問題 假裝沒看到 我是最能團結國民黨的 我是最有機會的 我是最有聲量的 我是最辛苦的 好像目前只有朱立倫 在這一刻 依照剛剛韋翰的解析 可以願意認真的面對這個問題 既然避不了 我就跟你直接面對 不能說對槓 也沒有對槓 我就跟你直接面對 看看我們要怎麼解決 看看能喬出一個什麼結果 就算沒有結果 起碼好像我高度做出來了 所以就變成朱立倫要來 韓國瑜好像也不能不見 非見不可 不像柯文哲 柯文哲要來 韓國瑜說不見就不見 朱立倫來不行 非見不可 我覺得從昨天看到 高斯伯跟韓國瑜有個密會 我就大概想到說 大概朱立倫很快就會來見 小舊才出來了 但是我必須要說 朱立倫他的確是改變了一些的 作戰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過去 其實從11月24號開始 朱立倫他宣布 整個九合一大選完畢之後 我們本來就是期待 或是會看到朱立倫 以這個黨內最光明耀眼的 這樣子一個候選人之姿 開始展開一系列的一個活動 可是顯然他錯失了那段黃金時間 非常的低調 因為九合一選舉選完之後 就是總統大學登場了 對不對 那登場之後 當然你有表態要去參選 勢必要對很多的議題的發語權 主動的發語權 你不需要去掌握 可惜就在這一段時間當中 朱立倫真的是太低調了 而且在非常重要的時刻 他去安排的一個所謂的學習之旅 這個時候的鄭世維是在新北市選 前台北市長如果能夠 像賴清德院長一樣 常常陪著鄭世維 再去做一個掃街敗票的工作 這個到時候鄭世維選贏了 這個credit算是誰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可能朱市長他過去只是覺得要低調 那他現在改變了一個做法 然後來到這個韓國瑜的這個市政府 那這個其實也可以顯示說 韓市長的他的一個大度 說實在的他的行程排得滿滿滿滿滿 很多時候你要給他 插一定的時間去的話 他都因為行程太滿沒有辦法 可是今天的朱市長要來 你看他排除萬難 就是願意跟他去見面 所以我也預估他們兩個 以他們的政治高度 我同意綱維和的一個說法 不會有一個大家所期待的 會是什麼誰搭配誰或是什麼 朱立倫回來已經就說 我是來這邊來跟朱市長 就像他的請益之旅一樣 來彼此交換 對於市政上的一些的交流 而且李四川過去是他的 副市長現在也在高雄市 所以他們有一些的 市政的這個部分裡面 彼此可以來做一個相互的一個溝通 然後呢也一定會用四平八穩的方式 來闡述他們這次會面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結果 所以大家就只能看到兩個非常和善的 那韓國瑜你也可以想得出來 朱市長已經非常的優秀 我們都覺得朱市長如何如何 然後呢我們最後達成了一個決議 就是說國民黨這次2020 一定要取回政權 但是我們尊重黨內的機制 然後選出最強的候選人 這樣的巨馬一定都看得出來 但他的意義在哪裡 我真的覺得朱市長 應該先去拜訪柯文哲一下 因為柯文哲如果不出來選的話 那可能就沒有後續這些事情了 那韓國瑜基本上面 大概也不會給他太多 與其收編韓國瑜 還是搞他的同學 其實不如智本 本來就是柯文哲 就是你就是分析給他聽 你這樣不出來選的話 那搞不好彼此之間就會比較好 你搞了一個韓國瑜 我相信站在一起 身為國民黨員 其實我樂見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我說實在的 因為兩國這個黨內最強的兩顆 太陽 他們完全用一個比較合作的方式的方法 來對外的闡述 他們是願意站在同一框 雖然我們目前不知道 誰是政 誰是副 或是誰願意不出來選 我們目前未知 那起碼展現出一個 所謂的一個團結的一個感覺 但是我必須要說 最近我們國民黨內的立委 彼此都在講說 3月7號你要不要去 你要不要去 10點10分你要去 有人說我要去質詢 我要幹嘛 後來我們決議就說 反正那天即使出去的話 我們也只是說 因為院長是我們的長輩 所以我們站出去來 慶賀他願意出來宣言 然後吳敦英主席如果要去選 我們也去站 周席如果要去選 我們也去站 周六要去選 我們也要去站 大家誰要選都去站 所以千萬不要 因為3月7號如何如何 我們對外一定要是說 我們只是來祝賀 不要因此給我們貼標籤 羅志強要選也要去站 你看 每個都站一下 我想 所以你們知道這件事情 不是在外面很敏感 在我們這個地方也很敏感 好不好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不管是周市長 或者是韓市長 兩個人同框 然後願意用彼此交流 市政的方法 而且他們有共同的 李四川 我覺得以他們的政治高度 我個人認為彼此會互相支持 而且以韓國瑜而言 你看吧 這麼忙的官方 人家來 你就出來 而且你等一下看好了 這個3點多 一定會有一個四平八穩 非常漂亮的一句話 然後這部分就可以完全顯示 韓市長 還是展現他一個 非常庸庸大度的一個氣度 但我也覺得這個朱立倫 他目前為止改變他的做法 主動出擊 相對於上次的小英總統撿到槍 那個九二共識 那是你最需要發言的時候 然後你沒有 那等到錯失的 這很多關鍵的時刻 現在再來去做 我覺得會熱鬧 但是呢狀況會如何 我想選民都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有他自己的一個判斷 確實為什麼不反朱很重要 這個標題真的可以下 不反朱 因為他不反王 因為他不反吳 馬就不用講了 他不反朱 如果韓國瑜不反朱 會留給包含韓粉 或是國民黨支持者 一個想像空間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的 韓朱有沒有可能合作啊 或者是支持韓國瑜 就要支持朱立倫 或者支持朱立倫 就是支持韓國瑜 這種形象透過這樣的會面 營造出韓國瑜不反朱 或是韓國瑜跟朱立倫 感情超好的印象之後 是很容易成真的 因為在網路支持度上頭 在網路聲量上頭 朱市長在這段時間 真的是遠遠的落後 好韓國瑜第一名 來我們看一下韓國瑜第一名 就不用說了一定的啦 當然 可是沒有想到下面的 比如說這個 龍介仙 鄭世偉等等這些人 包含政委員啦 紅衛議員啦等等這些人 都排在很前面 但是沒有想到 前面還有個馬前總統 還有個吳敦一主席 朱立倫居然在 馬前總統跟吳敦一主席 這兩顆相對比較沒有 那麼亮的太陽之後 而且他的正面評價 正面討論度只有19% 他的負面討論度 卻有34% 負面多 在四顆太陽裡面 朱市長只贏了 王院長而已 不過不擔心 因為從今天開始 我保證 朱市長的討論度 會扶腰直上 一路往上衝 說不定能夠做掉 謝龍介也不一定 所以 紅衛議員 網路討論度 支持度 甚至包含臉書 還有正黑版 被整理出來的文章 朱市長都是大幅落後 不只落後給韓國瑜 甚至落後給 其他黨內的太陽 這件事情 讓他很緊張 也促成了這一次他 南下去見韓國瑜 而且過度熱情到 很多破綻 都被我們看出來 其實 對於一個要角逐 總統大位的人 就是 尤其像朱立倫這樣的層級 那他現在網路聲量 確實過低 因為大家都講說 如果人家都不罵你 那也代表你不是個咖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是說 因為我最近有受到 韓粉的那個 不是 柯粉 柯粉的攻擊 對 來洗版 罵你就是個咖 沒有 我意思是說 就是說 我並不是說 這樣我就是個咖 而是說 你如果在網路上面 完全都沒有被討論到 尤其像朱立倫 要選總統的 我覺得他確實會焦慮 那所以 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 台灣很多政治人物 其實每一個人 都想蹭韓國瑜 這並不是 你包含柯P 不然為什麼 之前柯P一定要到高雄 就是想跟韓國瑜見一面呢 或者蘇貞昌對不對 他到立法院 人家在問他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開始 還要提醒韓國瑜 什麼到大陸啊 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 那通通都是要去 那個蹭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今天朱立倫 去跟韓國瑜見面 當然對他的網路的討論 聲量的提高 是絕對會有幫助的 我認為絕對會有幫助 但是我覺得朱立倫 必須要把握 這一次見面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你未來 不大可能常常去嘛 你常常去你到底要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今天其實韓國瑜 給他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禮遇 到門口去接他 當然剛才大家討論那麼多 大家關係得非常的細微 那我認為這場見面 對於最後朱立倫的成敗 或者是加分減分 或者是不扣分 要到最後 最後他們兩個一定 還是會共同出來 講什麼樣的話 所以朱立倫必須要把 把握這樣的契機 好 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才 大家都一直在說 朱立倫有必要見韓國瑜 因為他不能讓 這個整個的輿論上 或在網路上的討論裡面 覺得韓國瑜好像 比較不支持朱立倫 那個議題跟那個討論 繼續的發小 我覺得在一個策略上 你一定要讓他平息 所以今天的見面 我認為朱立倫還是對的 好 第二個 大家都認為 韓國瑜 跟這個所有的 國民黨太陽裡面 跟誰最好 跟王精明最好 對不對 包含他過去的這個 三三造勢 或者王精明說 我只選一屆 你以為他只選一屆 是跟誰喊話 他不就是跟 跟韓國瑜喊話 別人要做 都要做到兩屆八年 你都沒機會啦 那時候你老了 但是我做的話 我只做一屆 你就有機會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都會覺得 韓國瑜跟王精明的關係最好 但是 但是 最近大家有沒有覺得 有一點點微妙的變化 那個微妙的變化就是 當整個國民黨或社會的討論 韓國瑜要不要出來選 比如說你要不要徵招 或者是要不要二階段的 那個拋出來之後 覺得韓國瑜要出來 越來越有模有樣 越來越有可能的時候 誰的反彈最大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發現 確實 對 這也是確實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 大家常講啊 其實政治上如此 很多地方都如此 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我這樣講的話 大家可能覺得 王輝你好權謀 但是呢 尤其我們在黨內裡面 所以對於朱立倫來說 我說為什麼說 你要掌握一個契機 那個契機就是 你要跟韓國瑜去傳達一個 我們未來有可能 做一個緊密合作的彈性幾可能 你懂我意思嗎 我的意思說 王精明現在跟韓國瑜最好 大家都知道 可是呢 現在感覺 絕對不能讓韓國瑜出來的是誰 我不要再講了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如果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候選人 他可以拉到一個高度 那個高度就是 我要慎選重不重要 很重要 不然我為什麼要出來 而且一出來 900萬耶 錢不是錢嗎 對不對 很重要 但是呢 我會把國民黨的慎選 還有整個社會 認為應該要有的慎選 放在我之前 所以我要跟韓國瑜 保持一個未來非常有彈性的 一個合作機會 就像大家講 當然也許大家講什麼 朱寒沛 我認為朱寒沛 基本上 我認為朱寒沛 是不可能的啦 我認為朱寒沛 沒有可能性啦 那 韓朱沛有沒有可能性呢 我覺得也不容易 我認為也不容易 那這個不要講 但是呢 重點就是 你保留一個合作的彈性 這會使得拉近朱立倫 跟韓國瑜之間的距離 我只能講到這個地步 就是說 我要講的就是說 第一個 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 包含朱立倫 韓國瑜 都要給國民黨 未來2020推出最強的人 留出一個活路 也就是說 大家都要找出一個解決之道 兩個人 如果都有這樣的高度 我共同找出一個解決 就是一個解決之道 老實說 兩個人都加分 大大加分 對 黃菲姐 我就追問一下 其實現在 看起來 我說現階段 我們從民調上面來看 假如國民黨 真的想贏的話 其實之前就提過了 就是說 那四顆太陽 一起去跟韓國瑜見面 大家討論出一個結果來 最強的人 就直接就徵招了吧 黨內初選 不論如何的小心翼翼 一定傷感情 一定讓大家覺得說 國民黨就是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為什麼這種事情不能發生 為什麼會變成 這一些太陽 總是想辦法 要拉著韓國瑜 蹭著韓國瑜 卡住韓國瑜 弄死韓國瑜 否則我就沒機會 這是蠻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還講說 大家如果都能夠 把高度拉高一下 那我當然知道 人性有它的弱 如果我這樣 就不叫國民黨了 是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 這樣的呼籲 大家彼此見面 彼此見面不是說 我想佔誰的便宜 我只想為我自己加分 如果我也加分一些 你也加分一些 大家都加分 國民黨加分 我們整個社會 大家都加分 那是最好的 我覺得政治人物 真的要有這樣的氣度 而且大家都在看 我必須要說 不要 大家都以為自己好聰明 好會算 然後弄一點消息 這樣的 沒有那麼聰明的死心 其實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沒有 我覺得很重要 需要補充一點 四個太陽當中 說實在的 吳主席跟王金平 他們如果這一次 沒有再有這個機會 順勢上去的話 人生政治生涯就end了 那就算了 就算了 對 我就跟你講 這就是國民黨的DNA 都當副總統 但是你以未來政治生涯的話 朱立倫跟韓國瑜 是未來還可以走很久的 因為是 不管是年紀 還有目前所謂所經歷的部分 所以說我為什麼 有很多人很急 在四位當中的話 其實王跟吳 他們本身來說 這是他們人生最後的一戰 最後的一戰 那另外兩個人 今天的這兩個人 不管最後結果是什麼樣 他們兩個未來的四年八年 其實八年之後 還有一個大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今天的見面 其實對國民黨來說 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不管到最後 誰先率先出來 沒有出來的另外一個人 其實也不用擔心 因為算一算八年之後 也比目前其他兩個太陽還年輕 所以留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互動 還是為未來 你可以再把這個畫面呈現出來 還是有得討論的 其實我覺得蠻好奇的 如果 我說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知道我出來一領輸 我已經閃超遠 對不對 要出來選總統 如果對方柯文哲 民調出來就輸定了 不要找我 找別人吧 找別人吧 你不知道政壇裡面 有叫同溫層嗎 這叫同溫層就是 周圍人都告訴你 你會死你會死你會死 你會死你會死你會死 你會死你會死 旁邊都沒聽到 你知道嗎 同溫層的意義就在這個地方 這不叫同溫層 這叫壞朋友 不管 壞幕僚 明明就會輸 還一直跟你說你會贏 你現在出來 我們網路怎樣怎樣 你就一定會贏 你就奠奠一下自己的精良 你出來就是輸定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出來呢 這不是丟自己的臉 自己很糗而已嗎 推一個很強的 不管是未來朱立倫 或是現在的韓國瑜 不管 推一個很強的人出來 然後大家一起贏 不是很爽的一件事嗎 滿怪的 嘿